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带来很大的惊喜 因此出国游的人逐渐增多 今天我们要说一个国家 它是由一半沙漠一半水组成 这里孕育了古老且灿烂的文明 但这个国家最出名的却是坟墓 它就是埃及 这个国家真的是太出名了 与我国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在我国的很多古籍上都有关于埃及的记录 很多人认为埃及是在沙漠上建立的国家 没有水河流 也没有大海 事实上 埃及的位置极佳 横跨两个大洲 是连接亚非两洲的重要通道 而且东陵红海 北靠地中海 海岸线长达2700千米 还有著名的苏伊士运河 连接了三大海洋 事实上只有便利的交通和充足的水源才能发展文明 因此 埃及绝不是贫瘠干旱的沙漠 埃及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国家 他们在漫长的时间里发展出了自己的宗教 政治以及文明等 但是 在公元前11世纪开始就陆续遭到其他国家的入侵 最近的一次是英国 因此埃及的文明也中断过多次 现在居住在埃及的人是阿拉伯人 并不是古埃及人 连文化都完全不同 这个国家之所以被全球人所知 是因为它的领目 震惊世界的金字塔 其建筑技术完全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文明 甚至有人认为是外星人帮他们建筑的 犯出土的一份埃及金字塔建造图推翻了这些人的奇葩理论 金字塔的石头是利用运河和水长潮的福利来运送搭建的 没有什么神迹 有的话 就是劳动者的智慧 小伙伴们 想来这个国家游玩吗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加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